获释的妇女和孩童搭车抵达拉法关卡过境点 哈马斯周四最新佛分批放出八名以色列人 根据卡达外交部的消息 人质中有两名未成年 另外六名双重国籍人士 包括俄罗斯 墨西哥和乌拉圭 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原先停火协议 当地周四上午期满 二度延长人质名单始终瞧不拢 美国国务卿也抵达中东斡旋 布林肯分别和以色列高层 以及巴勒斯坦阿巴斯政权领袖会面 而国际社会也呼吁永久停战 然而当地周五一早恐再陷入难题 因为这回哈马斯和以色列 没有提到休战会延长多久 美国专家分析以色列准备好作战 担心加萨人质情况恶化 传出最年幼人质十个月大的男影死亡 哈马斯这时释出影片 拍下他的爸爸在镜头前 呼吁政府带回遗体 以色列抨击哈马斯是在利用人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